欢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音响版 音响版 不是音响版 不敢你的事 音响版是小妹妈妈 小妹是Podcast版对不对 还有FB的直播 也会有FB FB的直播也会有小妹 今天要讲的故事啊 是布朗克系列 其实布朗克啊 很多本了耶 我们还没有全部都看完哦 一开始的那几本 我们都有跟上对不对 就是讲便便系列的 这边一开始这几本 小朋友应该最熟 第一本是布朗克卡住了 就是他那个水果啊 蔬菜水果还有水 吃的不够喝的不够 所以就便秘有没有 布朗克卡住了 布朗布朗尼卡在巴豆来 对不对 好布朗克咕噜噜 还有布朗克动 动子动动子动 那都是小妹妹一唱的 对不对 是我们一个配音人的同事 我的好朋友 小妹的阿姨 他唱的 这个是布朗克的健康三部曲 后面就有布朗克幼儿园系列 都很好玩 对不对 放放假 开开学 还有睡午觉 好好吃 好好吃我们讲过 然后还有 之前有这个 半家加酒系列 也很有趣 可以自己玩 立体的自己玩 那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新系列 这个是布朗克主题生活系列 那首先他就讲了一下就是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的 马上要紧接着来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就是端午节啦 端午节大家就会想到吃粽子 今天的故事要开始咯 布朗克鸡南北龙丘大乱斗 这本书是由妙算工作室出版的一页 他就先跟大家 这个叫蝴蝶叶嘛 先跟大家呢 再复习一次布朗克他们班有哪些角色 对不对 除了布朗克的同学 乱讲这么多耶 我都记不太多 他就太多了 我只知道布朗克 这不是都是扁扁吗 没有都是啊 还有蛋还有辣椒耶 怎么会都是扁扁 布朗克在哪 你找得到吗 这里 那布朗尼咧 这两个是最红的 要记住的 什么布朗尼 布朗尼啊 他妹妹 对啊 这两个你们应该是一定记得住的吧 对不对 这个好可爱 这个是绞肉生物 好啦 反正你们先记得这两个 你们可以在梅艳里面找一找啊 你们最喜欢的角色 哇 但我们只要到了拉拉老师啊 他今天真的是很特别 这个是那个瑜伽 空中瑜伽 拉拉老师果然是一个很fashion的人 他呢 吊在这个瑜伽绳上面说 各位小朋友 端午节到了 你们知道端午节要做哪些事情吗 他很开心 怎么不知道 他很开心耶 你看 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怎么不知道 端午节已经十岁了 怎么会不知道 看看端午节要做哪些事 我们来看一看 这边写了好多啊 端午节可以做的事情 有哪些 这个可以吗 立蛋 要立蛋还是找蛋 找蛋 找这个彩绘的蛋吗 对 乱讲 那是复活节 那外国人的节日 我们那个中国人的节日是立蛋 台湾人的节日 我们是立蛋 华人啦 华人是用立蛋的 那吃粽子还是吃康乃星 吃康乃星 吃康乃星啊 要吃花啊 康乃星不能吃吧 那是要早起升旗 领红包 还是挂箱包啊 早起 要早起 早起 领红包 领红包 不是问你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领红包 不是问你这个 是问你端午节要做什么 是挂箱包 你知道为什么要挂箱包吗 不知道 不是 因为以前人家说 端午节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嘛 白蛇传 就说那些虫啊 蛇啊 端午节 端午节就代表说夏天到了 天气热的时候 那些虫啊就跑出来了 箱包 为什么呢 好啦 挂箱包 因为它怕 我们以前古时候人啊 怕会有很多蚊虫啊 害虫啊 趁着天气变热了 就跑来叮你咬你啊 那像我们现在去野外玩 妈妈都会给你喷防蚊液 或是贴防蚊贴 对不对 古时候呢 这种东西 但是概念是一样的 它把那些啊 可以吃虫的蚊子呢 骇虫 什么蜈蚣啊 小蛇啊 闻到味道就会怕 就会赶快跑掉的 那一些虫虫不喜欢 闻到味道的那些香草 把它也统统揉一揉 放到箱包里面缝起来 那你挂在身上 不就一样吗 跟贴防蚊贴 喷防蚊液是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端午节 这样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要挂箱包了 对不对 端午节啊 还有好多的传统习俗啊 小朋友 你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在这一页 你们可以找找看 哪一个是端午节的 哪些不是 不是端午节的 它们又是属于哪一个节日呢 自己找一找啊 这就是我们那个 布朗克系列最有趣的地方 可以从画面当中 插图当中 找到很多很有趣的小插曲 好了 这两个老师 今天他们平常感情很好 今天怎么有一点火药味啊 啦啦老师平常好温柔哦 但是今天变得好激动哦 你看老师 啦啦老师说 今年我一定会赢的 不会 坐 down police老师 就是龙虾老师 龙虾老师啊 他平常就已经气势很强了 现在更是火力全开 你看他看起来 他胸前还有一只龙虾呢 龙虾老师说 放马过来吧 哎呦 他们两个到底要干嘛 他们要征战了吗 那在这之前啊 哎 他们还先做男生活动 要做什么 他们要做香包 啦啦老师就来发香包的纸了 有两种颜色的纸 看你喜欢哪一个颜色 你自己去挑 你要这个 草绿色的纸 还是这个 比较偏咖啡色的纸 自己挑 折好了之后 再把棉花放进去 棉花里面啊 你可以点一些那个香精 很多家里人会 妈妈爸爸很喜欢闻那个什么香氛味 我们家是没有 因为我和小妹都有偏头痛 我们不太能闻这一些的 但很多家里都会放什么熏香啊 还有精油啊 那个你就可以点在这个棉花里面 有一些很香啦 也不是每一个都臭臭的 不是我们不能闻 别人就不能闻 很多人很喜欢闻的啊 你就可以放在你的香包里面 或者是你真的去喷防蚊液在里头了 好像也蛮有意思的啊 再把它馋一馋弄起来 可以啦 闻到味道还是一样可以防蚊的啦 总而言之 他们就先开始要做这个香包了 好 大家开始分 好啦 在这里你看 还有一个老师 这个是阿毕老师在准备食物 还有这个是那个妈妈桑 对不对 妈妈桑在扫地 好 大家 她是妈妈桑 对妈妈桑 好 她说大家做到一半 龙虾老师啊 他们两个眼神为什么这样子 中间还有那个电波 在中间 产生了火花 他们为什么不好好相处 幼稚园失火 对啊 会不会还幼稚园失火 你们两个怎么啦 自然老师说 不可以这样 人失火 真的啊 自然老师啊 我们要听他的话 可是绝对是有道理的 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大家就开始在那里做相包 要小心耶 有这个纸胶带胶带坐 这边会有一点刀片 结果呢 你看啊 拉拉老师不是分纸给大家吗 啊 阿姐太傻了吧 对啊 小傻瓜 你看啊 有的是拿绿色的纸 有的是拿咖啡色的纸 哎呦 看这边的人都是拿绿色啊 他他他 他拿咖啡色的 还有这个 这个也拿咖啡色的 大部分我看好多都是绿色的 反正哦 这次是咖啡色的 看你自己喜欢哪一个 可是呢 老师突然说了哦 好 挑黄褐色的 黄褐色的指的是北部拉拉纵 北部拉拉纵队 哎呦 北部拉拉纵队 挑绿色指的是南部龙虾纵队 龙虾纵队 他们分对了耶 小妹 哎呦 好奇怪啊 这是为什么呀 不只是我们 不只是你们在听故事的小朋友 在现场的这一些小朋友 也搞不清楚 现在到底是要做什么 什么辣辣粽 什么龙虾粽啊 那么好吃吗 到底是要做些什么事呢 好 他们还立蛋 对不对 我们有除了包粽子 做香包之外 还会立蛋 这个小朋友之后 有机会再看 他们还做这个 核心运动 好了 刚刚不是在包香包吗 那个香包的颜色 就跟粽子的皮 粽子的这个叶子的颜色 是一样的 亲切的 阿碧老师出现了 阿碧老师啊 他就很亲切的说 哎呀 各位小朋友 要吃饱饱菜 用力气比赛哦 比赛 要比什么赛啊 大家真的是 好奇怪哦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啊 他们要用粽子的颜色来区分 小妹你知道 北部粽和南部粽 要怎么分吗 不知道 拉拉老师支持的是 北部粽 北部粽是这个颜色 就是黄褐色的 今天小妹爸爸 去菜市场买到了 就是他 这个是北部粽 我们帮他贴一个北 好不好 你你是北部粽 哎贴不起来怎么办 小妹爸爸用绳子绑起来 这是北部粽 黄褐色的是北部粽 记得哦 它是北部粽 那另外呢 这个绿色的漂亮的绿叶子的 这个是南部粽 到底为什么要为了南部粽 和北部粽的事情 吵架呢 原来啊 大家的口味都不一样 有人觉得南部粽好吃 因为南部粽啊 里面包了很多料嘛 对不对 什么料都有 那北部粽呢 它呢 是先炒过的 味道不一样 北部粽啊 自己本身味道就很香了 就很重口味了 你就不用再加酱料了 但南部粽的话呢 是他们会习惯加一些 那个甜辣酱啊 什么的 来把它加在跟粽子的那个米 加在一起吃比较好吃 所以大家都有各自不同支持的粽子 就为了这个 他们要是争吵了 用不着吵架吧 老师 拉拉老师 他喜欢吃北部粽 所以所有的呢 用核色的叶子 包粽子的 包香包的小朋友 他们通通都要成为拉拉队 拉拉粽队 那变成呢 龙虾粽队的是拿深绿色的 但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粽子 像这个胡粥粽 就是长条形的 有一点长的圆柱状形的 那北部粽啊 它就是你看它的饭的颜色 比较深 对不对 南部粽的颜色就比较 北部粽 南部粽比较浅 不一样 还有不同的 广东粽里面呢 配料很丰富 还有水晶粽呢 水晶粽就是外面 它几乎透明的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它包什么料 就有点像这个 这个小妹爸爸 还买了一个碱粽回来 在碱粽里面就是 白白的什么都没有 要不要打开给大家看 另外两个粽子 我就不开了 我们开一下这个好不好 碱粽 碱粽里面长什么样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你们有看过碱粽吗 小妹你知道碱粽是什么吗 不知道 那你快点 你快点过来看 我要打开咯 我要开咯 三 三二一 小妹妹 小妹妹 怎么看 是这个 你看 你们看 像这样子 透明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哦 里面没有包东西哦 而且这样 带带带的 结果呢 到底要干嘛 他们要比赛耶 终于来到了比赛的这一天 哇 我们看到了 有两只 你们两个是谁啊 他们是龙舟耶 也是长得不一样的 也是 设计的好好哦 北部种的龙舟啊 龙舟的身体就是这样 黄和色白白的 南部种的龙舟 就是这样绿色的耶 啊好有趣哦 你这样一看就知道了 谁要划哪一艘船了 对不对 有两艘龙船啊 就被推入了水中了 我们现在很少看到龙舟比赛 以前在妈妈小时候 在小妹妈妈 阿姨小时候呢 我们都会看 端午节我们都会看 龙舟竞赛转播 可能会各个什么 学校啊 大专院校 或者是直辖室啊 不同的区 那叫什么 不同的那个区 对 可能会派出代表队来 那就会在新闻的时段的时候 会转播 什么华士啊 中士 就会转播这个龙舟比赛 很好玩 那时候觉得好刺激哦 而且一转播就是一个下午 因为呢 两两艘两艘 几艘几艘在那边比嘛 比好久哦 真的很好玩 现在比较没有龙舟比赛 可以看哦 好可惜哦 好 他说哎呀 原来是要滑龙舟啊 你们看这个长长条的 这个就是龙舟 龙舟呢 它上面这边有很多船员是在后面划船的 可是在最前面呢 会站一个打鼓的鼓手 会击鼓 这个很重要哦 因为鼓手踪�ant 咚踪 你们就滑 滑 滑 如果鼓手是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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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是慢慢地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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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鼓手呢 是一个 rapper 咚 那叫 就会整个就乱了 所以呢 他们是要负责掌握节奏的 掌握节拍的 鼓手非常的重要 鼓手一定要稳住 如果他的节奏感不好 那打到一半变掉了的话 那可就不行了 这个是鼓手 但是在更前面啊 还有这个耶 他们叫做夺标手 就是夺标手就是等快到了 你快到了才爬上去 他到这个龙的头上耶 那他这个龙头前面啊 都会有一个角度 他不会真的让你戳在 他的那个头上的角角的 让你啊我的肚子 啊我的肚子 好不会 对会痛 那就痛了啊 他这边就会有一个角度 斜斜的 你就爬在这个龙的头上啊 身体尽可能的往前倾 往前倾 不要掉下去哦 我目前还没有看过 从龙舟上掉下去的夺标手 应该不会做出这种蠢事吧 他的脚会紧紧的夹住那个龙舟的脖子嘛 龙的脖子 然后就尽量的往前伸往前伸去抢夺那个旗子 谁先把插在河里头的旗子拔起来 那一艘龙舟船就是冠军 就是第一名了哦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后面的这个啊 划船的队员啊 他们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才会有默契 每一个人的节奏都一样滑滑滑 然后都可以乖乖的听鼓手的话 那前面呢 的夺标手要是很会伸很会伸 平衡感会很好 虽然每一个队员通通都配合的很好 才有可能可以拿到冠军 可是我觉得这些小孩子看起来恨不可靠 你看像他们在这边玩放屁游戏 请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然后还有很多人在斗嘴啊 他说我是夺标手 他说你是差点夺标手 我才是夺标 你只是差一点 在这里打打闹闹 还有这个鲁蛋也跌倒了 哎呀我真的是很替他们担心 这么小的小朋友 每个人都不可靠啊 小心点啊 不要再闹了 赶快分开吧 不要用臭屁攻击别人了 不只是他们两个 你看老师啊 他们又在射火花了 又哧哧哧哧 又在那里深气了喔 不要深气 他们今天啊要一决胜负 分出一个高下 究竟是谁会赢 于是呢 出发 开始了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这两队 那怎么可以再爬上鱼头呢 那不是鱼 那是龙 什么鱼头呢 歪火锅了 他就是画的嘛 不一样 我们平常看直播的时候 他们不会那么快就爬上去 因为你那么快爬上去 你肚子不痛吗 现在下面帮帮忙吧 不会啦 不要再乱讲了 你看他们就 你看300公尺了 开始全力冲刺 这两队他们的风格不一样 这一队是拉拉 拉拉重队 拉拉北部重队 他们是全力冲刺 所以他们打鼓应该是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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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就可以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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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要快一点的 这是全力冲刺 全力冲刺很累耶 你在这个从头到尾都不间断 要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的滑 你的肌耐力要很够 那很有可能滑到最后 如果你的这个体能不够的话 可能就没力了耶 这也是一个风险 但他们的叫什么战术 就是全力冲刺 那另外下面呢 龙虾老师的南部重队 他们呢是用稳住节奏的方式 稳求稳不求快 那他们的节奏可能就是 动动动动滑滑滑滑滑 有人说为什么会有火箭 哪有火箭 他他不是火箭 他是辣椒 他不是火箭 你看如果他是火箭 那就作弊了 那他不可以啊 好你看布朗克他们 爸爸妈妈都在这里啊 哎呦 帮小朋友加油了 加油加油 大家赶快往前滑吧 这两队北部重队 还有南部重队 究竟成绩会如何呢 刚刚在300公尺处的时候 鸣枪起跑 碰 两艘船一起往前滑 到了250公尺的时候 看起来还是分不出 什么样的胜负 大家的速度都是一样的 全力冲刺队 和稳住节奏队 一个是北部重队 南部重队 他们的速度差不多 但是到了200公尺的时候 你看他就已经呢 分出了一些明显的胜负了 全力冲刺队 果然他们的节奏快 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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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所以呢 他们领先了 领先了半个缠身这么多 而南部重队呢 他们依旧依旧是非常的稳定 用动动动动动动的方式呢 慢慢慢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 再往前冲 到了200公尺的时候 你看他们已经几乎快要分出胜负了 到了150公尺的时候 差距已经更大了 哎 真的他这个 他这个龙怎么会有眼睛啊 哎呦 真的哎 哎 这龙的眼睛啊 哎 看来看去 你看他在盯着后面 你看 北部重在瞪后面 南部重 南部重在那里微笑 哎 画龙点睛 龙船啊 以前龙船还有一个 那个龙舟比赛最有趣的就是 龙舟在下水之前啊 眼睛都是白白的没有黑眼珠的 只有白色的 等到要下水之前 要下水的时候 他们就会请那天来 比如说什么台北市长啊 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最大的一个大官啦 来帮他们点眼睛 那就是画龙点睛 哎呦 画有了眼睛之后啊 那个龙船就好像有了生命一样了 到了150公尺的时候 全力冲刺的北部重队 已经遥遥领先了稳住节奏的南部重队 但是南部重队呢 也不是等先之辈 他们一直用稳定的 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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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速度 哎 有慢慢加速的趋势哦 到了100公尺的时候 他们已经拉近了距离了 只差一个鼻子的距离 北部重队啊 陷入了苦战 因为好累啊 节奏太快了 这个妈妈想打得太快了 拉拉老师也看起来好凶哦 里面的队员啊 通通都说了 这不是平常温和的拉拉老师 他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了 快没体力了 你看人仰马翻了 而南部重队呢 还是一样 动动动动动动 稳住节奏 但是一直有人在放屁 当那个船尾的人觉得非常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好 究竟等到快要到终点的时候 究竟赢的会是谁呢 到底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最后他们还是拍一个 那个比赛结束之后 还是拍了一个大大的团体照啦 大家呢都很开心 胜负乃兵家常识 我们大家 有吗 没有吧 我们呢要有运动家的精神 不管是赢还是书 这个叫的很开心 这个大家就要猜啦 究竟呢 最后赢家会是谁呢 请猜一猜看吧 你看这边的龙舟就知道了 这个我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或者哈 小朋友你们可以自己呢 来这个买这一本 布朗克鸡 南北龙舟大乱动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结局是如何啦 好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 到一个弹幕啦 希望小朋友喜欢 再过几个礼拜就是端午节啦 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喜欢吃的是 哪一个口味的粽子 请爸爸妈妈去帮你们买粽子吃 我们吃粽子大餐好不好 那吃完粽子 记得也要多吃水果 多喝水啊 不然会消化不良的 我们在乐趣前 故事下周见 拜拜